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们介绍了科举制之前的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这样科举制实施之前的教育制度又是怎样的呢? 也有叫学或校的 按照宋代大陆朱熹的说法 阳 序 校等属于乡学 而学则是国学 乡学是当时一般人的子弟读书的地方 而国学呢是当时贵族子弟读书的地方 就有大学 小学之分 到西州 学校制度日趋完善 国学与乡学基本确立 西州的国学也按学生入学年龄和程度的高下 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级 小学为七年制 大学是九年制 国学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规模较大 国学的教育内容包括德 行 毅 义等四方面 以礼 乐 舍 御 书 数 等络艺为基本内容 周代的乡学是地方学校 规模比较简单 仅设一级 因为地方区域的大小不同 有不同的名称 好像熟 长 聚 校等等 熟中的子弟优秀的可以升入乡 而学于长聚 长聚中优秀的可以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 乡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乡三物 即是德 行 毅 三事 比国学小疑这类的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 统治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军事斗争方面 务下孤及教育事业 因此国家设立的官学日渐衰微 但是与此同时 归族和庶民的子弟仍逼迫切需要教育 因此私学勃然兴起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 这个转折直接导致了学术的下疑 即是由学在官府发展为八家之学 当时的私学以余、墨两家规模最大 余家中的私学以孔子为最盛 而墨家中以墨子为最盛 其他好像明家、法家、中环家等等 也罪图讲学 学生多的有数千人 小的也有几百人 从事一时成为封上 当时最兴盛的学本 是设立齐国首都林芝即门的跡下学工 职下学工由齐缓工田五开始兴建 中间经过几度的盛衰 持续约150年左右 职下学工创建之早 持续之长 在当时世界上是紧健的 可以说职下学工不单只是 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 亦都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大学 诗学的产生 标志着教育与官府有了相当的分离 诗也从此有别于此前的王冠 而成为专门的教师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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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